哈囉,大家好,我是旅行YJ 我參加了Vogue跟GQ舉辦的社群風格名人獎 很榮幸入圍了旅行生活的潛力猩猩 我是旅行YJ,我在康慧那是社群風格名人獎 7月25到8月25這個月是網路的投票階段 還請大家幫我每天投一票支持YJ 謝謝你 大家好,我是YJ 我不對啦,就是這樣 我們終於來到了 還到最後一天 知道現在第幾天嗎 現在第17天,我的第17天 我們要來到了第11站嗎 我們要去宜蘭了 宜蘭的話呢,我們可以先去羅東 然後我今天要做一個突破心法 一直想做,但又不敢做的挑戰 對,也就是說呢 開一下我的現實動態 昨天我們去玉里吃臭豆腐的時候 臭豆腐超好吃的 玉里敲豆臭豆腐的時候呢 我們就經過那個老旅館 我從以前開始經過那種老旅館 或是很特別的住宿 或是很多的建築 我就一直很想進去看 會不會你們也這樣 然後我就問大家 會不會想看 結果想看的人有72% 不想看的人也有22% 所以我想說 那看來大家的好心心也跟我一樣多呢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是要去隨機 看宜蘭的羅東 或是如果羅東沒有 我們就會去宜蘭市區那邊 我們要隨機選一間老旅社 大旅社嗎?進去 那我們沒有要住 就是我們要直接休息幾個小時的那種 去看看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有點害怕 就是... 畢竟老房子 但是雖然我們沒有住所以還好 因為我真的受不了 我有廁所潔癖 我真的受不了廁所不乾淨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出發嗎 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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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一間燈圓大飯店 就是裡面這個 它應該也是老的 可是它的基本住戶看起來有點新 所以我們在考慮中 我們立馬在附近看到一個 金城客棧 這個大門看起來好有味道 可是裡面看起來好像蠻新的 這棟感覺有改建過 蠻新的 它有停車位 也有餐廳 然後它對面就是東方商務大飯店 可是看起來蠻新的 它看起來也是有模有樣的 感覺也蠻新的 不行我們要繼續找 我們在巷子裡面又看到了一間 建國大旅社 還有貴族Hotel 這好像是 好像是 這個這個有 這個有一種老旅社的感覺 好久以前的感覺 你看你看 你看那個 超級 有一點好像 嗯 來看看這間好了 雙人住宿500那個嗎 雙人住 而且是春遊專案 有跟政府合作的 居然 這個 這個有休息350 而且這一棟不只一間耶 有超多間的 地賓館 賓館不就是 我們兩個進去休息 會 那個阿姨會不會覺得我們怎麼樣 嗯 我昨天發那個限時動態問大家的時候 就有人回覆我說 晚上會有人敲門問你要不要鬆一下 所以我跟朋友氣聲叫小泡房 住過一次 四人五百塊 會有內將問你要不要鬆一下 然後還有人說 昨天我發的那一件真的有住過 他說check in的時候 老闆娘會在櫃台折衛生紙 他折好了那一疊衛生紙 就是你那一天房間裡面用的衛生紙 超級妙的 剛剛看了一下應該是偏老的人 還有外籍工嗎 有看到有人進去 我們就... 好 好我們進去休息兩個小時350 溢解大家的好奇心跟我們自己的好奇心 那我們就上去吧 他好像是同一個的耶 因為三個一起休息都是350 可是他住宿900耶 住宿900 一個人450 這不就跟我之前那個蠻好的也差不多嗎 有什麼心態很小的感覺 7喔 我沒有沒做壞事 我覺得好可怕 我心臟是在跳 而且他電梯有眼尾 就舊電梯 欸他是合法的 我想要買兩個小時是不是 兩個小時是不是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你看那邊有 拜拜的嗎 喝水的耶 洗手 然後還有那個 電梯 真的是老老的 欸可是他好像有WiFi機耶 阿姨的聲音從這邊都可以聽得到 阿姨真的撩得很開心 緩降機耶 有個小陽台 欸等一下那邊有個洞耶 有點舊 然後有個洞 我覺得很酷 但是我覺得這三個阿姨很可愛 他們自己在櫃台聊天都超開心 真的 好像說他們完全沒有發現 就在那邊還聽得到 但是我覺得就是一種 欣賞建築的 喔 店裡 欣賞建築的部分 就覺得回到老時光的感覺 還蠻酷的 有點快變廢墟 但又不是廢墟的概念 什麼東西 他們自己在那邊 接一個電風扇吹櫃台 來進來 冷氣要幫你開嗎 好 謝謝 阿那個電視也要幫你開嗎 不用不用 不用喔 好 阿要洗澡的話熱水 所以這間另一邊都可以 好 阿那現在開始洗了 嗯 好謝謝 你有聽到他們在聊天嗎 有 隔音不是很好嗎 不能太大聲 他的 就是真的比較老舊一點而已 但是還蠻好的 也蠻親切的 就是三個阿姨 就是他們是這種 練鎖嘛 一般的門法 房間整體就是長這樣子 有冷氣 然後很親切的幫你打開 但是重點是 上面真的有鏡子 我傻眼 這個鏡子要幹嘛用呢 不知道 就是真的有鏡子 真的嗎 所以這個是給那個來用的嗎 就真的是 就觀眾說小泡房我猜 因為就看日本的也會這樣 也會這樣 嗯 就是會比較高級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就是三個 哇賽 而且他們的開關是這種的 很老式欸 對 而且其實不恐怖 就是我們本來才想說 是不是有什麼 勢力之類的 沒有沒有 沒有 這是比較舊的旅店 出來右邊就是櫃檯 然後是三個很 I free的阿 就跟他直接說 我們要買兩個小時的休息 真的很便宜欸 350 住的話是 900嗎 好像也有500的 一個人250 便宜欸 只是他比較舊 然後可能沒那麼乾淨 但其實我現在看起來 廁所還算乾淨 其實蠻乾淨的 就是比較老舊的 欸很酷欸 而且他的裝潢真的很以前的感覺 不是那種阿嬤家的以前 老飯店老KTV的那種裝飾吧 我們一進來呢 就是一大張的床 一般的雙人床 然後你看這個 超懷舊的 是可以控制音量阿 電視旋台的東西 冷氣也是可以在這邊控制 冷氣好控器 還有衛生紙 逃生塗 那色桶也很乾淨其實 還有兩個 腳腳拖 他的床頭好貴 這個好懷舊欸 而且也不是阿嬤那種感覺 他的床頭版嗎 好有台灣的老年代的感覺 我第一次看到有這種塗裝欸 就是他就是很像膜 你知道那個嗎 膜吐司 膜吐司的做法 右邊 欸他其實完全沒有充電的地方欸 床頭 你在幹嘛 我在聽三個阿姨聊天 太大聲 隔音沒有很好 在這邊 呃 不能太大聲 冷氣的話其實也沒有到很久 他算新的 但就是不是非常新一堆 床的對面呢 就有一個 這個就很久了 欸這是我爺爺房間會出現的那種電風扇 真的很久 而且他都變黃了 在旁邊就是他的電視 而且他剛才很親切問我們要不要幫我們開電視 還有台灣大寬品欸 其實蠻新的 床頭燈跟杯子 這邊有充電的 可以充電 兩個孔 他的電視其實也蠻新蠻大的 而且還是節能的 然後呢他的廁所 超級 超級台灣味欸 就是 你在幹嘛 我在觀察浴缸 我就想說這應該 很像是我們會去同學家住一晚 然後同學家裡面的浴缸 但他這個洗手台跟馬桶的顏色是 以前我們外國家的顏色 真的喔 是很紅色 可是他的漆都很新欸 對啊是新的 可是他用的是比較舊的那種 可是看起來蠻乾淨的嗎 就只有水質 浴缸也是有點水質 但是乾淨的 浴缸長這樣 他的形狀也蠻特別的 然後也可以咬水的 然後也有腹毛巾欸 還有通風 比較髒 有灰塵這樣子 他的燈 他上面還有這個 這有點恐怖 我突然發現 他的門是這樣拉的欸 而且是透明的 是透明的 微透明 微透明的欸 好 真的是 原來 原來是賓館 對他寫賓館 我真的覺得阿姨 會不會覺得我們奇怪 這個阿姨的態度蠻整的 阿姨就是覺得 可以賺錢進來吧 的感覺 吹風機有點酷欸 我沒有看過這種吹風機 怎麼拿起來 怎麼拿起來 我按照這個 喔這樣 喔欸 他的吹風機是方形的欸 這好酷喔 沒看過這種吹風機 而且超級舊的 我完全沒看過欸 沒有看過這種吹風機 你吹吃看 欸 欸 溫溫的 沒有很熱 真的 你敢吹 你敢吹 好酷喔 他其實 就是他沒有保護的孔就是了 然後溫溫的沒有很燙 他雖然臭 但是沒有很髒 就是黃黃的欸 然後這邊還有那種緊急按鈕 太酷了太酷了 電燈 洗手台 其實就跟一般的樣子 它是這個顏色 然後也有腹背瓶欸 兩個紙杯 洗髮機 沐浴爐 還有肥皂 跟牙刷牙膏 出來也有彩膠墊 你又在幹嘛 我在觀察他的按鈕 因為我剛剛是從這邊關 他說床頭燈這邊可以調 你調調看 可是他沒有反應 好 電視電源按了也沒有反應 然後我在想說是不是跟這個有關係 難怪他剛說要幫我們用看看 他的鑰匙是長這樣子的 他的號碼 然後跟一般的小鑰匙 再加電調說這樣子 其實意外的就是比較老舊 但是沒有到很恐怖 然後他的床 我剛才想起來我們要坐他的床 欸這個應該是塔塔米 我猜就是他是偏硬的那種 我們家小時候會躺的那種 偏硬的 但長輩睡會舒服的那種 身體不會痠 然後他的棉被就是還蠻在地的 顏被是薄薄的 還蠻小的欸 感覺是好睡 然後你不怕 9%鬧鬼 應該不會鬧鬼 他是合法的 我剛有看到合法的那個標章 枕頭的話還蠻薄的 而且有聞到一個小小美味 老胃嗎 應該是老胃 但是他是看起來是乾淨的 枕頭很薄 很薄 很薄是 就很一般的枕頭 不是老胃 張腦丸的味道 覺得阿 250 如果你真的沒有預算 太有春節方案喔 如果你有搭到的話 一個人才250 住一晚 還蠻酷的 電視的話就比較小一點 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蠻神奇的 嗯 這個會不會就是 給一些比較沒有錢的 學生金綠白的 不會吧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 偏年紀大的 年輕的會去Youtube 吧 是嗎 聽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大家都說不要去Youtube 因為Youtube很危險 什麼東西的 但我覺得 躺在這邊看到這三條 真的是壓力很大 我不懂 然後這邊的通風呢 我覺得普通 沒有很 沒有到很好 可能因為灰塵 就是角落灰塵 還是有 可是開冷氣剛剛的話 還蠻舒服的 就不會太熱 但因為我們要拍攝 所以把冷氣關掉 欸這是什麼 警報器嗎 超老式的耶 它真的會動嗎 它的燈也是這種 可以轉的那種 靜煙喔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老老的 電器吧 然後那邊也有一個 這是什麼 這應該是通風的嗎 這也都是灰塵 我們真的是 覺得有點有趣 有趣 我已經到底了 我覺得沒有很熱 因為我已經用到底了 它還是 感覺洗澡還是會有點爆熱感 嗯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如果是以 我擺不擺來住 是 OK的 然後也是第一次看到 賓館的 羊毛 然後 它們都會叫大飯店 或是什麼 綠色 但其實都是非常舊 非常老 但它們其實實際上應該是 有在 翻修跟翻新 因為下面的牌子也有寫 它們有 然後它做好一個看板 好像可以用很久 而且看板感覺滿新的 阿姨在外面很穿潭 這邊隔衣不好 門的隔衣不好 而且我們又剛好就是在那個附近 喔 可是我剛看還有冰箱欸 然後還有 不知道是要買還是 不用買的 喔 它們自己櫃檯 櫃檯的冰箱 不是 就櫃檯前面 就有冰箱 我剛剛錄過的 有人有住過嗎 喔 對 如果你有住過 可以留言跟我說你的經驗嗎 因為我覺得 我還完這一圈 覺得各種建築裡面 就不論是住的 或是 各種漂亮的 這是很有趣的 我就開始 很有興趣 就很想進去看看 對 搞不好之後 就發展出去拍別的 建築裡面的東西 或者是去拍那種更老的飯店 因為我們剛剛就在挑選的時候 都故意選櫃檯 不是年輕人的 對 然後就想說要做 是阿姨 或者是阿伯 就是他們還保留原本的那樣 還沒翻新到 看不出原本長什麼樣的 但我覺得這邊基本上 就是地理環境好 然後也算安全 就只是東西久了一點 然後隔音差了一點 喔 對 因為它一樓也有檢視器 我們剛剛在拍的時候 我想說 會不會衝下來 也沒有 但其實是自己嚇自己啦 因為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恐怖 嗯 就是有點熱而已 現在 可以開冷氣 然後上面有那個 我真的覺得上面那個 應該就是 就是小泡房吧 真的喔 第一次看到捏 因為我之前看 別的影片 它有開箱 日本Motel也是 旁邊都是鏡子啊 應該就是為了那個 而且它還是透明的 嗯 嗯 那 我的精力用盡了 我們還到現在 這一支是宜蘭的特別片 因為今天禮拜六嘛 宜蘭的親旅也幾乎沒了 所以我們就想了這個特別企劃 來結束我們這次的 安島 住宿 我們旦旦就要回台北了 對 我們當然會 還是會繼續 拍更多的住宿 不管是哪個 檢視還沒去的 還沒拍完都還會再拍 對還完圈之後覺得 又更有想要去的地方 因為以前待在台北 我就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這次去完就覺得 大概高雄 台南 屏東 台東 之類的 就覺得好像還有很多 有趣的地方可以再去 而且有趣的地方 他們其實還蠻大的 就是你光環島一天兩天 真的是玩不玩 對 我覺得可以看行程 然後安排一下 自己想去的地方 不一定每個店都要到 我們之後再拍一個 一個新的簡易的影片給大家 那我們這次的環島 為期17天的環台住宿 YJ環台的住宿 謝謝大家的跟到這邊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累 我們每天幾乎三餐都很不正常 可以講嗎 還可以啦 因為要拍攝嘛 但是也覺得蠻有成就感的 因為真的 結束 真的完成了耶 因為我本來一度到中間想要放棄 一度想要從高雄打飛機回台北 因為那時候太累 然後牙齒又痛 又一直咬肉 可是後來就是去拔了 完全不痛 就是有撐過去 覺得還好有還完 真的覺得很開心 我們會繼續努力下去 如果喜歡我們旅行YJ 林軒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頻道裡面還有更多旅行 住宿 美食 他頻道也有拍臭豆腐環台 跟 咖啡廳 的環台 大家可以過去參考一下 過去看一下 那麼我是旅行YJ 我是林軒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 下個系列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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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哨 我們下支影片 得到現在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請我們下支影片 感谢观看